佛法真的是男性之法 尽宗是男性当中的男性 佛在经上说得好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相信 对尽宗能够相信的人 都是过去深处 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 如果没有这个善根 他不会接受的 无论是什么人 男女老少 平复归间 只要他相信 我们就知道 过去深中 他的善根深厚 深厚里面也有差别 为什么 有人全信了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有人半信半信 有人是相信了 还要去求证 这个就是 个人跟信不一样 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 轻慢 那些老阿公阿婆 他们不认识 没有念过书 跟他讲 他就完全相信 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 那些人 一般菩萨 比不上 那 声闻云就更不必说 这是什么呢 无量界的祝福 如来 价值 真的是 善根深厚 这样的人 念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知道 问他 什么都不懂 念个两三年 他往生了 说往生 他是什么品位 善道大师说得好 仕途 善悲酒品 总在 欲言不同 评委高下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自己从来 没想过 如果遇到 欲言殊胜 他可以伸到 舍暴徒 上上平 真不可思议 那么我们 学佛的心态 就知道了 真正学佛的人心态 是一切恭敬 对一切众生 没有不恭敬 平等的恭敬 真诚的恭敬 众生是 众元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那我们用现在 科学家的名词说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那是什么 那是一切祝福 就品真诚恭敬 他就真的 就尽圆满 所以 华言经上述 菩萨 不修宝敬 不能源成佛道 我们这才明白了 普贤菩萨 真正 承认 肯定 变法界 变成佛界 跟自己是一体 他的沉浸 从这里生起来 一体 古无不穷 古无不穷 正到这样圆满的佛苦 他怎么样 不识英门 英是什么 认真学习 认真学习 弟子鬼 感应品 十三叶 沙米里 这是阴门 他不是 他还是做得很认真 才能的表演 非常悲认 这是什么 这是帮助别人 他在这演戏 演得非常踏实 让众生看到 听到 接触到了 受到感动 让他休息 接引众生 不肯认真地干 他没有真的真实 真的真实的人 一定非常认真感 为什么呢 那是他的义务 是他的崩坏 是他的本运 他非干不苦 所以我们 在旁边 冷静去观察 这种修复 是不是真的 老实 听话 真感 就知道 他有多少 山根腹的因缘 这种修复 是 我 是 我 是 是 是 我